好 从6月开始正式进入了夏日的季节 不仅天气变得又湿又热 那蚊虫呢也跟着大量的资深 为了解决夏日蚊虫的问题 华林施工所特别规划了6月份的设计 以夏日驱逐防蚊大作战为主题 为大家一同来对抗夏日炎热与恼人的蚊虫 爱谁 爱谁 就用手做型的比较漂亮 610木工创作生活馆的老师陈秀如 手把手带领着现场学员 一起动手做天然曲纹寻香塔 这是华林施工所特别在6月份推出的 夏日驱逐防蚊大作战主题市集活动 里面的成分有 我自己放了有爱草粉 还有块木粉 大家都知道的 还有肖南粉 是台湾的一级木 它困难度就是水的添加 因为你要祸 要慢慢加水慢慢祸 刚刚有学云也是啊 太稀了就糊了 就很好玩啦 就是觉得说 我们这个现场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制作 然后跟小孩子有一个互动 然后他也高兴 然后我们也真的开心这样子 施工所透过亲子手做课程 吸引不少家长都带着小朋友一同参与 市长为家闲除了到场关心课程情况 也亲自做了下来与学员们共同体验DIY的乐趣 要等它干 等它完全干 像这样子完全干 知道六月份持续进入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 夏季形态的一个日子 那相对的蚊虫也会比较多一点 那用薰香塔的课程也希望民众能够自制 环保相关的一个材料 能够做好防蚊的工作之外 也能够增加亲子之间上课之后的一个乐趣 那我们持续会办理相关亲子的课程 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密切注意 花莲施工所的网站之外 还有我们客行所的一个相关资讯 施工所每个月的第三周六日 都会在浩克文化会馆前 固定举办原课小农事集 只要消费满额就能兑换好礼 市场威嘉贤也欢迎大家 共同来享受游游的夏日午后时光 记者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